我們了解一下狀況好,欸,狀況是怎樣的? 沒有,是有一對母女來台,移民來台,香港病毒,結果現在在軍醫院,要救人了 這是詐騙耶,這是詐騙 威拉大哥,你那個訊息拿出來,我看他是怎麼跟你講啊 你現在就是直迷不悟,你懂嗎?你整個陷進去了啊 他跟你說他生病,你就相信,你也沒真的碰過面 你也不是真的去醫院有看到他,你就說要匯錢,我們怎麼可能讓你匯 聽他講的,你現在完完全全相信,他現在跟你要多少錢? 現在就是領兩瓶的藥,一瓶是九萬二,現在是領十八萬 大哥,我就跟你說過,你就直接封鎖他就好了 封鎖,你也不要再跟他講話了 你都去哪裡,給人家認識這些啊?誰認識,誰叫我講 網路上嘛,沒關係,網路上,我跟你講,網路上真的很多詐騙 但是,你要聊天,我阻止不了你,但是他們一定開始談到錢了 你就要小心,談到用各種手法跟你要錢了,那個絕對是詐騙 不要再聽信他說什麼移民,然後給你照片 然後你看他的LINE照片好像真的是他 這個我一直從頭到尾就一直跟你講,好不好? 不是說我不想幫,我現在就在幫你 這個超級標準的詐騙手法 錢騙走了就要不回來了 你不要真的陷進去了,甚至把自己的家產拿去借錢 然後就不給他 你最後只會一場空,好不好? 這不要開玩笑,好不好? 趕快去還